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吃好多好多 咪咪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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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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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娜娜謝娜 我最喜歡巴娜娜 大家好啦 我是把實驗室當作教 每天都沒睡飽的巴娜娜博士 娜娜 大家好 我是天生帥士 智商190 酷到讓你偶依偶依的 天才歐爸 喔嗨唷 大家好 我是 有瓦斯味 危險 瓦斯外洩了 快把窗戶打開 有嗎 我怎麼沒有聞到瓦斯的味道呢 娜娜 不用擔心 我剛好發明了這個 好迷失 氣味追蹤器 它是用來追蹤 特殊氣味的工具喔 哇 巴娜娜博士 你的發明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嗨唷 噓 我告訴你 我的好鼻失氣味追蹤器 已經有反應了耶 好...那我要好好的來 享用我的水果囉 在這邊耶 抓到了 抓到了 什麼啦 你們抓到了什麼啦 小朋友 你們看 我還有手上拿的是什麼水果 琉璃 沒錯 琉璃 我的好鼻失氣味追蹤器說 國王 你剛才聞到的那個 不是瓦斯味 是我還有手上的榴槤味 原來啊 國王是聞到這個榴槤的味道啦 這個是ZERO樣送我的禮物喔 超級好吃 而且很香耶 國王 巴娜娜博士 你們要不要再聞看看啊 你站在那邊就好 不要過來 對 不要過來 好 來問問看小朋友 你們有聞過 有 有 那你們覺得 榴槤的味道怎麼樣 臭臭嗎 有喜歡榴槤的味道嗎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我覺得榴槤的香味很香喔 我自己吃就好囉 有訊息來囉 咪咪 國王 你好 請問昆蟲 沒有鼻子聞得到氣味嗎 奶奶 對耶 昆蟲 沒有鼻子 那牠不就聞不到 榴槤味嗎 對嗎 對嗎 嘿嘿 這個問題 我可是有安排兩位特派員 去做了調查 大家一起來念咒語 呼叫他們吧 咪咪娃娃 看看誰會來解答 咪咪特派員來解答 癢癢 這怎樣 那怎樣 打招式 大家好 我是專門研究神秘力量的 神秘插班生 ZERO YANG 嗨嗨 大家 我是天天有活力 天天so happy 喜歡玩遊戲 不愛生氣氣的快樂實習生 天天 昆蟲當然聞不到氣味啊 這一次我可是又找到一個 超級大的證據 來證明牠們聞不到東西的喔 這一個證據就是 喝昆蟲的大眼睛 大大 對 真的很大耶 對吧 對吧 昆蟲沒有鼻子 無法靠氣味找食物 所以根據演化論 眼睛會演化成超級無敵大喔 所以啊 牠們是用 看的方式來找食物喔 你想想喔 是不是有很多的昆蟲 眼睛都大大的啊 像是 蜜蜂 蝴蝶 蜻蜓 蒼蠅 牠們都有大眼睛 不對 這跟我找到的答案不一樣 我跟你們說喔 其實啊 昆蟲 雖然牠們不像人類或是其他動物 有著鼻子的外型來聞氣味 但是牠們可以 利用不同的部位 來感受空氣中的味道喔 像是昆蟲的觸角 觸鬚 甚至是昆蟲腳上的腳毛 都是牠們用來感受氣味的器官 氣味不只可以幫忙昆蟲找到食物 昆蟲還可以透過氣味 來跟同類溝通 找到伴侶傳宗接代 所以 氣味對昆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喔 真的是這樣嗎 小朋友 動動腦想一想 看誰說得對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知道喔 不過還是先來聽看看 小朋友的想法吧 小朋友你們覺得 沒有 沒有 昆蟲有鼻子的話 你們覺得牠會長在哪裡 長在哪裡 長在頭上嗎 頭上 還是鼻孤 肩膀 那你們覺得昆蟲聞得到味道嗎 聞得到 聞得到 那我來調查一下好了 有沒有人跟天天一樣 覺得昆蟲聞不到氣味的 請舉手 那覺得聞得到氣味的 舉手 讚多數耶 兩種答案都有人選耶 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請國王趕快告訴大家吧 昆蟲沒有鼻子 聞得到氣味嗎 正確答案就是 雷若有 YES SAMATIKA 就說聽我的就對了 沒關係 我會加油加油 努力努力 下次一定會調查成功 昆蟲沒有鼻子 還是聞得到氣味 那你答對了嗎 娜娜 那小朋友 昆蟲聞得到 榴槤的味道嗎 聞得到嗎 昆蟲真的是很奇妙的生物耶 真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一起變成 昆蟲來跳舞好不好 好 好 好耶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跳 昆蟲舞 起飛囉 走囉 趕快過來喔 來… 來… 好 看前面 集合囉 集合囉 一起看個前面唱歌跳舞囉 Yeah 一起跳舞囉 來囉 秘密國王超級厲害 找出答案 So easy 十年三年充滿生命 大自然有很多的昆蟲 我們先變成美麗的蝴蝶 把你的翅膀變出來 我們來右邊飛一飛 右邊飛一飛 再左邊飛一飛 左邊飛一飛 現在一起變小蜜蜂 翅膀短短的 大飛一點 再來變成帥氣的甲蟲 把雞腳變出來 好 甲蟲變出來之後 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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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來跳舞囉 好耶 秘密國王ABC 只是送給你 秘密國王1 2 3 快樂帶回去 秘密國王在這裡 永遠歡迎你 秘密國王等著你 下次再光臨 現在我們要學炸萌 跳起來一起說 躲 躲 躲